包括信念 之前我看到你開什麼YouTube頻道 壁千奇歌頌 遺企歌頌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表演的機會變得少 其實直播這個東西 是我一直都是真的 其實還蠻想做的事情 是 《預期留》想要開嗎 就是做podcast這種名 renew 哇 然後也有在直播啦 但是就是在インターフェン上 什麼樣的一個機緣下 想要寫一個類似想要回到家裡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在那個階段剛好有一點失去方向 在第三張專輯宣傳然後演唱會結束之後 生活上經歷一些事情之後 有進入一個迷茫的過程 是 然後寫不出歌 那有一天 我平常都是把窗簾拉起來 但那天不知道什麼窗簾 就有微微的 微微的有光灑進來 就那一扇光進來之後 對就是就剛好就寫出了第一句歌詞 光滲透歌絕的牆 消滅了絕望 然後就一口氣把歌詞都寫完 其實我在寫的時候根本沒有多想我的感覺 反而是寫出來之後才發現 原來我們現在在一個鼓勵 自我鼓勵的階段 自己用創作療癒了自己 對對對 這條路上 所有的迷惘 和失望 都是為了讓自己去到 還看不見的遠方 成 Man 開始 照片 開始 詞 開始 願望 目標就在哪 沒理由放下 從往 未知的夢想 我 會繼續流浪 我還在尋找 我的小美好 讓我不畏懼被嘲笑 還在尋找 終點看不到 但我的方向 我知道 掌聲鼓勵 接下來就換到必出境了 然後帶來這首《撞》對不對 《撞》 對 《撞》 《撞》 點滴的時光 許下的願望 裝扮在身上 當作你在身旁 多轉的目光 掛滿了傷亡 你經過風霜 你終於在射出狂馬 在現在這個期間呢 大家很需要音樂的力量 對 而且推進了新的作品 《I'm Coming Home》以及《撞》 好 非常謝謝你們來到My Music 謝謝 謝謝 謝謝教練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